现在外头太阳公公已经露脸了 感受上好像看起来有点温暖 但是风吹过来还是冷嗖嗖 接下来下午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 赶快来请教淑瑞 好是的一轮 虽然说外头太阳露脸 但是如果您走在阴凉处的话 温度上感受还是会相对来说 比较寒冷一点哦 我们先图这张图带您来看到 这一波冷空气呢 可以看到直接的往南冲 所以说寒流印象的时间很长 从这个礼拜四会直到下礼拜一清晨 但是从礼拜二礼拜三开始之后 我们台湾这边的颜色慢慢从绿色 也就是可能10度以下的低温 会变成黄色也就是大概15啊 17度这种比较偏凉的天气形态 那么从今天的高温 也带您来看到在北部宜兰 高温大概是在15到17度 其他地区是18到22度的高温 不过呢现在可以说是 还没有到最冷的时候 因为今天清晨的时候 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温度可能还会再更低一点点 当然北台湾整天是一个比较偏凉 但是入夜之后寒冷的天气哦 不过我们就带您来看到 还是有一点温差 像是台北市在昨天的高温是15.7度 那对比今天清晨的低温8.5度 一来一往就差了7度左右 另外呢在嘉南平原还有竹苗台中一带 日夜温差会更明显哦 所以接下来带您来看下面的这张图 是嘉义地区 昨天的高温是在21.1度 那么今天对比清晨低温是7.7度 一来一往就有13度的一个温差了 所以中南部地区今天要注意的是 日夜温差非常的一个明显 在夜晚清晨的时候感受很寒冷 但是到了中午前后 又是一个比较偏舒适的天气形态 用更仔细的数字带您来看到 在明后两天的一个温度表现 在明天高温的时候跟今天差不多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北台湾地区 还有花莲大概是在16到18度 中南部地区大约是在20度 而低温的部分嘉义以北同样的是不到10度 高雄13度 到了礼拜一白天 虽然说寒流开始慢慢减弱 不过这一波寒流它不会减弱得很快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温度上感受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尤其是又偏干冷 但是在低温的部分就会有感 各地大概是上升了1到3度左右 那么接着还要带您来看到 如果我们从一周的一个曲线图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在今天深夜明天清晨的时候呢 还可能会再更低一点 尤其是北部还有中南部地区 而到了礼拜一白天寒流开始减弱 那么到了礼拜三的时候呢 又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我要先提醒大家 可能在30 31号也就是跨年还有元旦附近的时候 这一波冷空气有可能会接近冷气团等级 也就是台北市当天最低温有可能会接近到14 15度 所以说有安排活动的话还是要留意 另外空气品质的部分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了 因为是在下风处污染物容易累积 所以说可能在空气品质方面 局部地区会不太好 所以虽然天气很好 但是如果您是高频地区的观众朋友外出 还是要留意空气品质的威胁 以上是这集的气象再交换给一伦 看起来晚上温度似乎还会持续的下探 而且刚刚舒瑞也说了 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请大家特别留意了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